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大来国际证券投顾的 ROMIN粉丝老师您好 老木华兄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戴口罩讲话 就是怪怪的 老师你会不会这样觉得 对 政策规定 戴口罩讲话 就觉得 很闷 然后就觉得讲话不顺 同时又觉得说 好像吸不到气的感觉 换气都换不太过来 但没有办法 如果听众朋友们 您看直播的话 您可以看到 我现在跟卢老师 都在戴口罩 为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 那个密闭空间 现在目前疫情 似乎又有身高的迹象 所以大家都会紧张 所以戴个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这是比较 不得已的情境 所以说 听众朋友们 听我们的声音 可能闷闷的 所以也请大家 可以谅解 好 那今天美国盘大涨 就是期货盘大涨 现在目前小到涨了有785点 这涨幅高达3.74% 那刚刚还一度涨了有4% 涨到21838点 所以说因为美国盘大涨 今天台股在期货盘大涨的带动之下 现货呢 今天加权只收高了有155点 收在全日最高点 收9818 这个指数看起来有机会去挑战月线 因为月线的反压在上面不多 9855 也就是说呢 再往上攻个三五十点 就可以越过月线 那这可是 这一波下跌以来 首次大盘有机会去挑战月线 所以现在目前情势上面 相对偏多 有利多方 这短线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守住5日线 10日线之后 这个大盘有机会去攻月线 那当然大盘攻月线 最主要的助力 就是美国的期货盘 利空不跌 为什么讲利空呢 大家都知道上个礼拜 我们在放假期间 美国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 非常的糟 非常的糟 这个失业率也好 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也好 都创下这个记录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照来讲美国盘应该要跌的 但是他不跌 利空不跌呢 反而那多方的力量就强起来了 所以今天不管是期货跟现货 都很猛 台子期今天大涨了271点 开高走高 开涨186点 收涨271点 收9826 所以期现货转成正价差 正价差6点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现货今天就稳住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盘市 现在目前就是有机会去攻月线 所以要请教卢老师 这个攻月线 您觉得它的成功几率大吗 我想就短线上来看 这样的机会还是有的 因为毕竟今天台股算是一个突破 我说什么样的一个突破 记得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其实从这个鼠年开红盘以来 这个盘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每逢礼拜一 必然这是下跌的 好 那你要讲它是一个惯性 又讲它这个魔咒都可以 那不管怎么样 它反映的其实是一个市场心理的一个状态 就好比说这个MIC指数 它反映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一样的 那今天这个魔咒 我们看到已经打开了 今天甚至于不止打开 而且今天还收了155点的一个长红棒 那甚至于成交量也放大到将近1500亿元 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加量企业 是一个攻击盘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打破了这样的一个魔咒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的心态在做改变 那技术面又出现了加量其一样 最重要的我们说过 以美股来讲 在我们放假这段时间 其实美股 我们不管这个 先不记这个所谓的盘后点子盘的部分 如果纯粹只是就一个正常盘的一个情况 其实到上个礼拜为止 我们放假这三天 美股还是跌了超过800点 将近900点之多 但是在面对美股压回的这样的一个利空 我们今天还能够开高 那盘中即便是有稍稍的 一度的拉回到盘下 一下下 但是随即又拉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短线上 它也出现了一些契机 那既然短线上出现了一些 所谓的可以大减便宜的 这样的一个契机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错过 所以我们今天也让大家等了那么久之后 你看从3月11号 我们保持空手 一直到现在今天都4月6号了 眼看的都快买一个月了 我们今天就出手了 那也跟所有的一个听众朋友 当然我们还有所有会员在内 大家空手了将近一个月 真的也很辛苦 因为我知道这段时间 大家手都很痒 那当然我们今天出手之后 当然也没让大家失望 我想上个礼拜 我们也广邀 所有这个有之一同的 这样的一个听众朋友 如果这段时间 你也是保持空手 那现在我们说过 当时机一到 时机一成熟 我们会带着各位进场来大抢便宜 那我们说今天在利空测试之后 再加上惯性的一个打货 所以我们今天就毅然决然的出手 那这档股票 我想所有有打电话进来的 有预约完成的这个听众朋友 都知道这是哪一档股票 你看今天盘中一度大涨将近7% 那这个开盘的时候才在平盘附近 所以今天 只要有买进这档股票的几乎 可以讲说都是大获全胜 那这档股票 我们稍后会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来做一个公开 那在这之前 我们还是先提醒大家 即便我们认为说 目前短线上有出现 一个所谓的一个 进场减便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记得 以目前来讲 你要讲整个疫情的 一个危机已经解除了 我可没有这么认为 所以代表说 以目前来讲的话 第一个在操作上面 各位记得 今天我们这档股票 我们出手的第一档股票 今天大获全胜 但是记得要怎么样 要散射停力 当然会员不用担心 依照我们的一个扩讯 在做一个动作 可是如果说 今天听众朋友 你还不是我们的一个会员的话 你自己记得 给各位的丁顶是散射停力 那另外 这个停损的部分 也要做一个注意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即便 今天的一个盘后的一个 美国电子盘就出现了一个大涨 但是你说疫情那个危机 它是不是已经解除了 我认为 我想还言之过早 而且现在大家都 把整个焦点 把注意力都放在疫情上面 那你认为说 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那整个美股还不跌 其实 为什么不跌 我认为是那个 大家把这个聚焦 在这个两兆美元的 这样的所谓的刺激法案上面 可是 不要忘了 这个两兆美元 其实它所针对的一个方向 是针对金融机构 还有针对一些企业 那对于个人的部分 当然你说 有啦 他前一段时间 不是用时针机撒钱嘛 一个人有一千块美金 大概三万块台币左右 那 补助是有了 但是我们 有一句话嘛 救急 不救穷 那如果说你疫情 这个问题 它没有解决 我想刚刚 这个孟华兄也提到 这个失业的一个问题 到上上个礼拜 不是上个礼拜 是上上个礼拜为止 这个美国的一个失业人口 高达664万 那这个比例上 已经将近5%了 那如果说在加季 上个礼拜 还有这个礼拜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数字 我相信 还会持续再做一个升高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部分 你不要还以为说 这个有这个两兆的一个 一个援助 那金融体系稳住就好了 我这样说好了 失业率一增高 代表失业人口越来越多 消费率非常就会减退 那老百姓消费率减退 你说会不会影响到 整个国家的GDP 尤其是我说过 美国他消费的一个部分 占GDP高达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七十 这个非常的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后续的隐忧还是存在 那特别是后续 如果说疫情上面 又有什么一个波动的话 其实还是很容易造成 整个盘面的大幅的一个波动 所以即便我认为 短线上面有一个进场的 一个短线的一个机会 但是记得我们刚讲了 我再提醒一次 就是要散射停力 同时也要注意停顺 好 现在目前看到最新的消息 这个安倍晋三 日本首相即将宣布 东京大阪在内的七都府县 要进入到紧急状况了 先前一直不愿意宣布 进入紧急状况的安倍 现在看起来日本疫情升高 也没办法 必须要这么做了 包括了东京都 祁育县千叶 神奈川县 大阪府 兵库县 福岗县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根据日本的媒体 所发布出来最新的快讯 这个安倍晋三 即将要宣布这个讯息 另外疫情是不是趋缓呢 我们看到很多数据显示疫情 其实仍然是在发展初期 包括德国 德国虽然说看起来现在目前的死亡的情况 并不明显 死亡率相对低 但是呢 德国的卫生机构也警告说 德国现在 疫情是处于流行初期 也就是说 疫情并不是进入到中期或是末段 现在还是在初期的状况 包括这两天大家看到疫情的消息 强生已经住院了 这个英国首相强生了 先前说 在家里面自行疗养 居家隔离 但现在目前呢 持续高烧不退的情况下 强生也住院 另外强生的未婚妻啊 而且还怀孕了 也确诊了 那还有呢 就是被革职的 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 也确诊 这个病毒威力真大 包括美国有个动物园 动物园里面的老虎也确诊 老虎哦 我没开玩笑 今天一早的新闻啊 说老虎干咳了 老虎有症状了 结果呢 兽医就拿他去检验了 就发现了 老虎也真的是带病毒 陆老师 而且老虎呢 有可能是被 没有症状的动物园的管理员给感染的 所以这无症状感染的这种威力也很大 你不要说他没症状 所以他病毒力相对弱 连老虎都确诊 对 其实哦 这个病毒的一个传染力 我想这个不言可遇的 我记得先前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可能不会这个 不会出现人穿人 又或者跟动物之间 不会动物传给人 或者人传给动物 可是现在你看香港 在前一段时间 不也说一个小狗 狗 狗也有 而且那是贵妇狗 对 被贵妇给感染 所以说以目前来讲 现在虽然说 我记得官方的一个讲法是说 这个老虎这边也可能也不会有 所有动物都回存到人类身上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记得过去也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那不管怎么样了 其实我对于疫情 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一个警觉性 所以我们刚刚在 针对今天的操作说明说过 今天我认为短线上有一个出手点 所以我们就出手了 当然我没让大家失望 我也是大获全胜 不过对疫情的一个变化 依旧要保持一定的一个警觉性 因为目前来讲 你要讲他疫情已经开始要趋环了 又或者已经见到高峰 我想这都言之过早 但是就短线上 如果说有一些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也不容错过 因为法人在目前 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因为我就在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提到 在这个年报 全数公布完之后 接下来重大的财报就是季报 当然我们也不会认为说 季报会有多漂亮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季报的一个干扰 因为季报的一个最后的揭露期 是5月15号 那你要季报开始来干扰这些 这数字开始干扰到这个盘面的话 快的话 可以好像要等到这个4月底以后了 所以从现在才4月初 到4月底至少 还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我认为投信法人 当然外资当然是随着美国盘的变化了 国内的法人 甚至于包含自营商 他们都会把握这样的一个短暂的 所谓的财报空窗期的一个机会 来充斥他们的一个绩效 那为什么要充斥绩效 因为第一季的一个绩效 我想大家你可想而知 从一万两千点 跌到了八千五百点 这一跌跌了将近四千点 跌了三千多点 你认为法人的绩效会好吗 我想这一定不用多讲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到了五月份 又要受到季报的一个干扰 那他整个上半年 难道就这样毁了吗 所以他们也不希望这样子 所以他们一定会把握 4月初这样的一个 至少两到三个礼拜的 类似财报的一个空窗期 只要外在的一个因素配合 例如说包含像 现在美股的一个盘后电子盘 是上涨的 盘后的一个价量 大盘的一个技术面的价量 是配合的再加上筹码 OK的话 他们就会开始锁定 来冲刺绩效 所以我先前跟各位讲过了 目前法人你要去想 他会买什么样的股票 对他最有利 不外乎是第一个强势股 为什么要买强势股 因为强势股上档 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 对不对 所以他在拉升的过程里面 他不会遭受太大的 一些所谓的一个阻碍 这里头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 当大盘拉回11138 然后后来往上去突破到11854 后来又压回到8523 等于说 大盘是破了11138 破的非常的彻底 但是很多的各国到现在 都还手稳在11138 当时2月3号的这样的一个点位之上 就好比说6416的这档锐奇电通 这是送给大家的 所有的数钞票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现在股价都还有122块 今天收盘了 那我记得我当时送给大家的时候 它的股价才107块 那就是说大盘已经跌了将近三四千点 如果说你手上爆的是这样的股票的话 其实这段时间 非但你不会受伤 甚至于你还是反向获利的 这个强势股的部分 就是这个法人 他们会去锁定的 因为上档没有太传重的压力 那另外 包含3227的云像 今天涨停板 那云像更不用多数 这从去年以来 我们这一年多以来 几乎来回做了好几趟的股票 那另外 近期 所谓的宅经济的一个发酵 不管你是 这个游戏也好 这个 所谓的宅配 或者说一些 所谓的邮购也好 其实最重要的 是网络伺服器 一定要够强 所以 引分出来的 衍生出来 包含6669的围影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股票 从挂牌第一天 就介绍给大家的 对不对 包含2368的这个金像电 跨足到 这个转机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 伺服器的一个板子之后 也出现了一个转机 实际上这些 都是目前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技术面强势的股票 那除了技术面 强势的股票以外 另外 就是不受疫情影响的 在这样的震荡过程里面 那这其中 有间接不受疫情的影响 有间接的防疫 有直接的一个防疫 那直接的防疫 我们先前也讲过了 包含像 口罩的概念股 像恒大这些又或者疫苗的部分 这些以目前来看的话 随着疫情持续 还是在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些都会有持续发酵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 带着所有 在上个礼拜 有完成预约登记的这个朋友 我们今天出手的第一档股票 是不是就是这个647 647的这个高端疫苗 你看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还在平盘附近 结果后来一涨涨到7% 那也是大获全胜 大涨超过半根停盘以上 那当然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我们也不要这个投资片 我记得公开给各位了 那也告诉各位 你不要再去做追高的一个动作 因为目前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我们明天还有一档要出手 那今天公开的这档高端疫苗 如果上个礼拜 没有能够来得及登记的 你不要再自己去追了 我说过现在 操作上面 你要懂得散射停力 那至于说 如果说没有跟上这个高端疫苗 没有关系 我们明天还有一档 你可以利用今天的机会 一样我还是开放 让大家来做一个登记 那明天有适当的买点出现 我们还是会带着各位一并 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好那中国大陆人民银行 宣布降准 在上周五 这个针对了农村信用社 农村的商业银行 还有农村的合作银行 还有另外呢 包括村镇银行 省级的城市商营 下调存款准备率 一个百分点 分4月15号跟5月15号 两次来实施 总共可以释出 4000亿人民币的资金 同时 12年没有做过的 12年 中国大陆呢 人民银行再次 在12年后 这个调降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而且这次降了非常的多 从0.72一下降到0.35 这个降的幅度比上一次2008年 从0.99下降到0.72 降的更多 所以中国大陆的媒体评论 这个利率走廊下限 已经逼近于零了 已经逼近于零 也就中国大陆有可能 要持续往零利率发展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这个各银行 各中央银行全力在救市 我们看到 包括美国联准会 包括英国央行 全世界的央行 全部动起来 全力救市 就是因为这次疫情 对经济跟金融市场 影响太过严重了 所以说 不得不把所有的法宝 搬出来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这个股市 有机会稍微稳住 不过后面还是得看 疫情的发展 陆老师 所以操作上面应该还是 我们要这个 等于说来讲 就是说 每一步都要下得很谨慎 对不对 对 等于说现在 我们是在抢搭这个法人 在冲刺绩效的一个顺风车 但是我们说过 在抢搭便车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不能够忽略 目前整个潜在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说 这个疫情的变化 它就瞬息万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刚刚也跟各位讲过了 即便今天 我们一出手 今天就是 几乎是满载而归 但是 记得 要散射停利点 因为现在 不是让各位 去操作大波段的时候 而且你说 现在已经长线落地 我们刚才说过了 目前我想还言之过早 但是有机会要不要把握 当然要 因为现在投信 法身至于自营商 我说过 他们也在把握机会 先把他们的半年报的一个绩效 先给充斥出来 既然有便车可以搭 当然我们也要好好的利用 但是 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说像今天 我们出手的第一档股票 这个 6547的这个高端疫苗 今天已经拉上来了 如果说你上个礼拜 你没有能够来得及跟上 你没有预约 那今天没有跟上我们操作 你不要再追咯 我说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你不要再去追了 那明天 有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也是接下来 这个法轮操作绩效 他们在从此绩效 要锁定了一档标的 我们明天 适当买点 一出现 我们也要 进场来捡便宜 那如果说 没有跟上的 那你今天 我说还是会开放 让大家来做一个登记 那也不妨 投票 利用今天那个机会 做了一个登记 那明天 适当买点出现 我们也会带着各位 一并来买进这一档 我们的第二档股票 好 那卢老师最近开始 这个出手 进入到股票市场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卢老师的讯息 空手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一波操作上面 可以讲说非常谨慎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连续假期 居然各景点 那些热门景点 像墾丁 居然是摩肩插总 这也蛮夸张的 而且还很多年轻人 不戴口罩 摩肩插总 这根本就没有 保持所谓的社交距离 在这样状况之下 富邦金控港 开了第一档 在昨天就已经赶快调查 到底旗下员工 有没有去这些热门景点 如果有去的话 不管你身体怎么样 全部要求自己 在家里面办公14天 自己隔离14天 别来公司了 这个大家都很紧张 富邦金控开出第一档 很多银行 很多金控都跟进了 台湾大哥大也是 对 包括本电台也在调查 我们这个所有员工 主持人到底有没有出门 所以说 现在大家也都是很谨慎 这个不管是防疫上很谨慎 股票操作上也很谨慎 总之我觉得 小心使得万年传 谨慎是没错了 因为在这种行情下面 在这个病 疫情下面 真的也不容出一点错 对不对 陆老师 所以我们谨慎一点 我们步步为营 那这样子我相信 等到一旦 整个情势真正好转的时候 那就有充足的子弹 个人健康也是一样 你就有充足的健康 你可以去迎接未来的 各种挑战 那当然股票操作也是一样 你有充足的子弹 你有充足的子弹 你还怕买不到股票吗 你一定要急得就是说 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大量的百分之百资金 甚至融资投入吗 那当然就不必 所以我们就步步为营 相信刚才 如老师所讲的 这样子的 一个步步为营的策略 非常谢谢 带来国际证券投顾的 容民飞议师 谢谢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国经济数据真的非常的差 这个包括 美国政府公布出来的 三月非农业就业人口 这个当方Paylo 出现了 非常大的一个负成长 70万1000人 不得了 这个是创下2010年以来 首次美国就业 这个能方Paylo 这个非农业就业人口 首次出现倒退 而且一倒退 就是减了70万人 这个幅度非常的大 那使得美国的失业率 一下 U3的失业率 一下上升到4.4 先前是3.5 所以上升的 几乎有一个百分点 那市场预期本来 失业率就会上升 但是预期是3.8 没有想到 直接升到4.4 但是呢 这个是U3 美国劳工部所公布出来的失业率 有U1到U6 那U3 U3 其实是一个相对 不是那么精准的调查数据 因为呢 他 他这个数据 他并没有 劣迹 那个 就是 非劳动力人口 或是说也没有劣迹积极 没有积极要求职的人 就是说长期失业者都不列入 所谓的U3统计资料里面 所以很多人批评说 美国的U3 基本上并不是那么准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 他们宁可去看U6 U6 就包含了 我们刚刚讲说 一些长期失业的人 这些 把它包含进去 如果你看U6的话 哇 那个失业率是8.7 不是4.4 是直接升到8.7 所以一般来讲 U6是大概U3的两倍 通常都是这样子 如果说U3 4.4的话 U6大概就是 差不多8.7 8.8左右 果然这一次也一样 他就是一个 相对double的状况 所以美国失业率 其实真实失业 已经逼近将近一成了 在这样状况之下 当然大摩 这摩根斯丹利 马上修改他们对于 第二季GDP的看法 他们认为美国第二季GDP 会衰退38% 将近四成的GDP衰退 这是非常大 而且史无前例的 经济衰退的情况 而且大摩认为说 到2010年年底 美国的经济都不会回到 2019年当时的水准 也就是说 即便到明年年底 经济活动都不可能会回到 2019年的高峰了 所以也就是说放弃了 所谓V-shaped V型反转这种看法 认为说这一次美国经济 应该是一个U型的结构形态 要回升也是一个 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毕竟整个疫情的情况 还是在燃烧之中 好那这样的状况 当然股票市场不见得 因为一利空就会立刻跌下去 他在先前这一波大跌之后 在遇到利空 某种情况 在先前他大跌 已经price in进去了 所以说反而这些经济数据出来 美股并没有大跌 那美股没有大跌 后面他会怎么发展 那我们马上来请教 期货分析师林常新 常新你好 大家好大家晚安 那美国经济数据差 这是绝对的 但是股票未必能跟随的经济数据 完全的一步一驱 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 我做到现在蛮多的朋友 就说一直打问号 就说为什么上周的数据这么差 结果到现在为止 小道琼还是涨 而且还涨了800点 对现在可能小道琼涨了800点 然后涨了3.8% 放空的人都被嘎到了 对那今天台股也是吧 今天是开低之后 然后就直接直接跳松 直接往上拉 不过台子期还有让你这个 对盘期的空间 还有让你赶快跑的空间 因为他盘中有杀下来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 刚才就来个讲的很好 我觉得其实也是提醒 其他朋友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在做交易 跟在看经济数据 跟在做长期投资 其实某种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刚才看到这些 美国数据疫情的状况 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说 今年一定是比去年差 那整体要说V型反转 我们看来 几乎不太可能 机会不大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说这个 你看到这个数据 想要去放空 想要来赚钱的话 对不起 也许以下的数据来说 早就像刚才这个 就是price in了 就说各位都知道 其实美股从这波29000 我们说道琼期货 29000543点 跌到最低1万8000点 是跌了1万多点 那基本上 其实该砍的 该杀的 该空的 其实已经都什么 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其实已经早把 这个第二季不好的反映进去了 所以说你现在在看到这些数据 老早就已经把它反映在 所谓的指数当中 所以接下来 大家只要关注的重点是说 第一个 疫情的方面 有没有再度的 有不一样的变化 或者是说已经可以开始变好 所以如果说 疫情可以开始变好的话 我认为 现在的道琼期货 包含现在的欧美的指数 都是在反映这样的一个反弹 好 所以听懂没有 记得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 在操作上面 要去记得的一件事情 就是 股市永远走在经济数据之前 因为股市才是所有经济数据 最领先最领先的指标 也就是说 这些失业率 GDP的预测 这些数字 他都是落后股市的走势了 也就是说 先前股票已经跌那么多了 道琼跌多少 你知道吗 道琼最深的时候 跌到38% 将近四成 跌这么深 他从29,568点 跌到了 最深的时候 是3月23号 是跌到18,213点 跌掉了1万多点 他跌幅高达38% 所以你在看到 这些经济数据的时候 你应该明了说原来道琼跌了将近四成 是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济数据 那后面会不会再继续跌呢 那要看后面会不会有更坏的经济数据会出来吗 如果说后面不会有更坏的经济数据 最坏的就这样子了 那大概股市也差不多就跌这样子了 那会不会有更坏 我不知道吗 你问我 那是因为这个要dependent on疫情 他就跟着疫情是互动的 美国到底能不能快速的控制疫情 或者说疫情能在多少的时间内控制住 然后这个social distancing 社会距离 社交距离能多快的解除 风舟风尘能多快的解除 然后经济活动 各方面能多快的复原 这些东西 就是后面股市可能要走的方向 那基本上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比较倾向 美国这一次经济的损害 他已经从事件型的冲击 已经逐渐演变成结构性的破坏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我认为有很多工作 就算疫情结束 他也回不去了 很多的business 或关掉的商店 这些卖场 就算疫情结束的时候 他也不会重新开张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我的看法比较倾向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认为 股市的空头是长期的 那现在目前是处在反弹之中 我的看法是他是在反弹 他并不是回升 那底部在哪里 我当然不预设他会不会破底 但我认为时间还长得很 还久得很 这是我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我们看看 其实补充这个说法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 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财经专家 或者我们说这些大行 他们在预测的时候 基本上是看第二季是大幅衰退 可是他们在估第三季的时候都说 第二季底应该会疫情结束 他们现在是这样估 所以现在的price 或者现在的反弹 应该是预估说 哇美股到了六月 其实这个封城结束了 可以开始经济活动了 所以才开始反弹 可是大家如果这样看下去 如果到六月底 疫情还没结束 那这个盘还会再下去 所以大家可能 就这样子时间走的概念 才不会被现在的数据 跟现在的反弹 会搞不清楚方向 我建议大家可以这样看 股票市场的方向 包括投资的策略 是见仁见智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自己的想法 那我没有要企图去影响别人 我自己的想法 是我操作的方向 我的定见 以及我认为的可能性 较高的一个情况 那我来讲一下 大摩怎么看 Morgan Stanley够大吧 全世界最大的投资机构 对不对 大摩 Morgan Stanley 他有一个生物技术团队 他现在目前在推估 美国经济跟美国股市 他其实并不是凭空推估 他也不是依据别人的数据 他有本身经济 他本身有生物技术团队 他们的估计 我讲一下 我看到他最新的report 他估计30天后 你就4月底 美国确诊人数会达到57万人 连确诊人数他都算出来了 他说会达到57万人 然后大摩的看法是说 4月下旬 美国的疫情会放缓 他讲的美国疫情放缓 是讲东西两岸 像加州 纽约州这些 现在目前康乃迪克 这些最严重的地区会放缓 但是他说当海岸地区的疫情 进入高峰放缓之后 美国中部会爆发新的第二波的疫情 这是大摩的看法 但我是完全转述他 我看到report 他估计今年美国全年的GDP是负的5.5% 全年是负成长 这个是1946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全年的衰退 因为1946年当时是11%的负成长 那他估计 美国第三季的GDP就刚刚昌星所讲 他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rebound 会出现一个大幅反弹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大摩估计第二季GDP是衰退38% 他估计第二季的GDP 季比增幅是20.7% 他会出现一个大幅反弹 但是他认为第四季 第四季就弹不动了 因为第四季的弹升幅度就15%了 因为他说第三季会大幅反弹 是因为第二季机器很低 但是第四季 美国的GDP 仍然会叫今年上半年 在发生风暴之前 他只能有35%的幅度 也就是说 他只能回复到不到五成 那就今年全年就这样 就这样game over 所以大摩有推估出来 这样的一个GDP的数据 那当然后面考验的 就是美国企业的盈利 EPS本益比的修正 对不对 因为股市最合理 我们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估值 对 所以说创新 从大摩这些角度 我们刚刚所讲的 怎么样去合理推估 这个道琼 或是标普合理的估值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请教林创新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那大摩估计 美国失业率 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估出来的数字 就是今年第三季 你会看到美国劳工部 所公布出来的失业率 是百分之二十八 这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目前是四点四 他估计出来是百分之二十八 也就是说 失业到第四季 第三季的时候 会将近全美有百分之三十人失业 而且这还是U3 如果你用U6估的话 那失业率是超过五成的 我刚刚有讲U3跟U6 U6大概就是U3的一倍 所以昌星 那我们怎么样去合理去 从这些经济数据 或者说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数据 去推敲美股 可能后面可能的估值呢 或者说这些东西 也很难去评估估值呢 我觉得其实 关门朋友其实想找的 应该是一个东西是说 到底会不会跌 或说到底现在 可不可以买股票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一样嘛 不是要影响大家的投资策略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策略 只是大家要抓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其实股市已经涨了 大概十年左右 到十二年的大多头 那这样的一个新冠肺炎 这样的全球的锁国 经济的停滞 现在目前的是跌升的反弹 而不是一个V型反转 那如果不是V型反转的话 道琼的一万八到两万点 可能他就是最好的状况 就在抵挡打底 那你现在进去买股票 只有一个重点嘛 要就是说我假如回到三万点 那我就进去买 可以这个创新高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其实建议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你的资金的现金部位 一定要高 为什么 你现金部位高的时候 就像刚才老大哥讲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第二季 或第三季 甚至第三季完了之后 我讲个最现实的 自己会不会被裁掉 工作有没有都不知道 因为现在其实 不论是美国或者是亚洲 其实现在的这个企业 都很难经营 所以其实保有现金 我觉得是第一要务 那第二个说不要乱投资 你现在如果随便去买 基本上它顶多反弹 那反弹你不跑 可能会被套住 那待会我们也可以就 波动率跟黄金 来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波动率现在是降下来了 危机可能暂时解除 可是整个趋势并没有扭转 所以我这边还是跟大家讲 其实美股在这边 基本上它只是一个中继站 并不是一个止跌 然后开始转多头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南方Paylo 它其实是落后的 它落后初次申请 失业救济金金的人数 在上周四 美国的周四所公布出来的 美国初次申请 失业救济金人数 这个Jobless Benefit 非常惊人 一周增加了660万人 连同上一周330万人 等于说 两周就有1000万人 1000万人去申请失业救济金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不是每一个美国劳工 都有资格去申请失业救济金 你要符合州政府的规定 大概现在目前美国50周 平均来讲 只有25%的就业者 有资格去申请失业救济金 那你还要去加记 美国政府在核发失业救济金 现在目前的整个疫情 人手不足的状况之下的delay 你就知道美国现在失业有多严重 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所以说为什么美国联准会 胜路易失分行 估出来 美国失业率会上到30% 那绝对不是随便乱估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美国的就业市场 如果不能急速的 赶快解冻 赶快的使得这种 短期的失业状况能化解 他如果一旦演变成 中长期的失业结构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 那就是绝对大萧条了 这绝对非危言耸轻 所以现在有没有机会扭转 有机会怎么样去把它扭转回来 赶快把就业找回来 赶快让商店开门 让大家上街消费 赶快的工厂会动 东西能卖得出去有订单 所以为什么川普急 川普他也知道 万一长期拖到今年年底 甚至第三季第四季 那完蛋了 整个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出来了 对 其实各国的政府 包含台湾也是一样 我先面临的 就是说第一个 疫情我不要扩散 第二个是经济 如果我这样封下去 封城或是封国 基本上经济一定萧条 而且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实企业主 他也这一件事情 我固定的成本下去了 我开始养人 然后没有收入 那开始在烧钱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 很多的股票搞不好 今年配发出不出股力来 为什么 因为企业主要流出现金 那这个对于 汇丰银行在上个 汇丰银宣布了 对 他就不发股金 不发这个现金了 这也是好几年来 第一次这样 波银也决定停发股力 波银 所以说其实 大家在这个股票投资 如果我们回归到股票投资上 我觉得在这边 真的是要保守一些 股票投资 你现在千万别以过去 什么高股息殖利率的 这种方式来估算 因为这都不准 那是过去了 你要用未来的股息殖利率 未来的本益比来估算 那未来就很难测了 对不对 当然有可能可以 依据一些投资机构 他们对于美股 这个所谓美股盈余的评估 这今天没有时间讲 可能礼拜三观点时间 我再跟大家讲 我看到现在目前 估出来的几种数据 那怎么样去换算出 标普500指数 可能的位置的估值 因为股票最后 还是要回归到企业盈余 包括它的估值 跟本益比这些东西的关系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回过头来 你刚刚讲说 黄金 VIX 这些金融商品 我们怎么去看它的联动性 我觉得其实 现在的投资 其实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先不要管那些疫情 你不要再管疫情 说死多少人 那些其实我觉得 我们就哀悼就好 但是如果对 回到投资上面 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波动率 到底在哪里 波动率有没有恐慌 我们看到美国的VIX指数 现在其实回到了40 从极端值的80回到40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 有一个概念就是这样 我给大家简单的 做一些数学 就是说你波动率看到40的时候 基本上 道琼的指数 或者是期货 它大概每天的波动 大概就是4% 就是说其实 你每天4%上下就合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到现在为止 大概是4% 所以但是重点来了 有没有趋势 没有 它现在是没有趋势 所以道琼现在我们看到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2万点到 2万2千点之间 来回震荡 可能就是一天上下1千点 那对应到你投资方面 你就不要去做趋势性的操作 可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全球的金融市场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美元现在是强势的 然后黄金又是强势 像比如说刚才黄金 又回到了1660点左右 所以其实它 现在目前的重点是说 并不是股市不会跌 而是资金已经开始做配置了 这个配置就不在股市了 可能配置在高风险 之外的什么 这一些所谓的币显的资产上 那这些币显的资产上两个 一是美金 二是所谓的黄金 那这个如果大家看到 都在涨的状况下 我认为市场的资金还没有留到股市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在持有部分的话 我认为美金是一个option 那所谓的这个黄金 在回档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关注 好 那黄金 黄金期金 上周全周是跌0.33%的幅度 小跌收盘收在1649.2 不过现在目前期金价格又明显的往上走高 有点跟股市同步了 那另外美元指数收在100.62点 是连续在上周连续四个交易日走升 全周升幅非常大 2.35%的幅度 那美元一升大家就紧张了 就代表市场资金又紧缩了 回到这个美元的货币市场去了 所以欧元应升在上周重扁了2.94% 英镑也扁了1.48%的幅度 所以欧元英镑也出现了跟扁的状况 好 那油价怎么看呢 川普一通电话 这个油价出现史上最大的单日暴涨 对不对 对 这个上周全周 每油涨幅33.44% 每桶回到了29.01% 不油涨了23.24% 每桶回到了34.68美元一桶 不过今天中油的器材油价格 继续的调降 继续调降不是调升 因为毕竟油价真的是跌翻掉了 跌翻掉了 所以中油的器材油价格继续的调降 柴油每公升降一块 汽油好像是降0.9元 0.9或0.8的样子 对对对 就降0.9来0.8 反正anyway 差0.1也没那么重要了 基本上就是继续降就对了 真的是全世界这一次 真的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即使你在投资后 你真的是要保有五成以上的现金 那如果说能够换美元的 只有些美元 因为现在全球还是觉得美元 是现在比较安全的避风港 那等到疫情过后之后 你再来选投资的标的 真的不要投入过多的资金到股市上 或者说像我们讲的找高资利益类股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配不配出股息来 我觉得股市不是说完全不能碰 但可能资金控管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的停利停损也要拿捏好 比如说你的策略是抢反弹 那抢到有赚钱你就要跑 你不要寄望说 你可以赚多少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抢反弹 抢不胜 继续股市又出现大跌 那你停利也要 那停损也要停好 操作策略 以及投入的资金层数 一定要拿捏好 对不对 因为现在真的是 我真的不知道 明天世界会如何 你不要讲说 你不要讲说看一个月后了 明后天你都看不清楚了 你看一个月后 对一天可能有暴涨30% 又暴跌20% 所以说最后提醒大家 一个重要重要 就是说你在做ETF的 折益价真的很重要 比如说原有的折益价 黄金的折益价 你在投资之前一定要看 否则很容易被吃豆腐 对因为ETF的折益价 它现在变得非常的大 对 换言之就是说 它的合理价格 跟它现在目前市场交易价格 中间出现非常大的一个价差 对 所以你很容易追高杀低的 对 所以千万注意 刚刚昌星有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去做 原油啦 黄金啦 BIX啦 都要去看折益价 那随时都可以查到最新的进质 对 在那个官网 就是这个投信的官网 你只要打折益价 它都会跳出来 对 真的要先参考 随时可以去查 就是你要买进的时候 随时去查 它之间的价差关系 如果说这个溢价太多的话 你千万别去追 对不对 对 没错 包含油的这两个 这个石油的这一阵 谢谢林昌星